中共在世界範圍內追蹤各地可滲透的統戰對象 適用的方式和手段可謂無所不及 加拿大媒體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 一家中國公司正在建造軟體 追蹤世界各地的政客、科學家以及其他有影響力的人物 其中包括加拿大數千人在內 這家名為深圳市振華數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辦公室不大 但它一直在建造工具來匯集和處理 世界有影響力人物的推特、犯罪記錄、LinkedIn帖子、YouTube視頻等信息 並且轉換為可以提供給大學、公司、政府機構和中共軍隊使用的信息 這家公司的一名職員說 他們還建立了可以在臉書、推特、WhatsApp 以及其他網上平台操縱內容的工具 不過該公司已經被禁止使用臉書平台 環球郵報報導 鄭華以不方便透露商業秘密為由 拒絕了採訪請求 之後該公司的網站也無法訪問 不過記者已經獲得該公司之前的海外關鍵信息書記庫的副本 為下面的分析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鄭華公司由一名前IBM書記中心管理專家領導 該公司通過招聘廣告、LinkedIn記錄、 博客文章及軟件專利說明在線描述了公司業務的性質 這樣的工作性質被內部員工描述為 挖掘軍事客戶對海外數據的業務需求 該公司的網站列出了一系列合作夥伴 其中包括重要的軍事承包商 並稱總共從超過21條的社交媒體文章中 收集了超過240萬人、65萬個組織的信息 其中甚至包括了加拿大西部小鎮鎮長的記錄 而那些正好是中共外交官試圖要討好的人群 該公司的文件顯示 鄭華對先進的戰爭模式有著濃厚的興趣 比如美國情報機構的結構 以及如何利用社交媒體取得軍事勝利 該公司已經獲得一個社交媒體帳戶模擬系統的軟件專利 這系統看起來就是可以通過模仿人類的特徵 來管理那些偽造的社交媒體用戶 從而使控制著能更有效的傳播消息 前加拿大國家安全分析師 卡爾頓大學國際關係學副教授卡文 對這個數據庫做了進一步的分析 發現加拿大總理特魯多11歲的女兒艾拉·格雷斯特魯多 和任職時間最長的加拿大國會議員弗萊的成年兒子 Jeremy弗萊也包括在其中 卡文表示 目前尚未確定這個數據庫是否是中共情報部門直接使用的 還是普通一家公司希望出售給中共情報部門的 但明確的是他們是在收集中共感興趣的人的信息 對西方國家安全機構來說 更重要的是為什麼這些人在這個數據庫中 他們打算用它來做什麼 環球郵報稱他們分析了鎮華數據庫的一個版本 其中包含了將近16,000個涉及加拿大的條目 該數據庫的文件是根據各種來源整理而成的 比如新聞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關於貿易關稅的臉書貼文等等 相關的信息對象也包括了從技術主管到大學教授 這些人中大約70%是男性 該數據庫的創建者還將一個包含了3767名加拿大人的列表 分成了三個等級 被定為一級的對象 包括數十名現任或前任國會議員在內 有直接影響力的人物 其中也包括保守黨新任領袖奧托爾 他的文檔與多數人一樣 僅包含了一個七位數的識別號 以及一個可以連到國會官方網頁的鏈接 這個數據庫似乎特別關注加拿大西部城鎮的鎮長 專注於國際關係的學者以及政府官員 其他被指定為一級的人 也包括了加拿大核安全委員會 食品檢驗局 財政委員會 運輸安全委員會 出口發展局等若干機構的高級官員 吸引專員辦公室的高官等等 被定為二級的人通常是當權者的親戚 例如特魯多的女兒和國會議員弗萊的兒子 加拿大的司法系統也是被關注的另一個重點 包含了法官的記錄 一直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的現任和前任法官 被定為三級的人通常有犯罪記錄 主要是經濟犯罪 包括前電影和戲劇製作人德拉·賓斯基 在2009年被判犯有欺詐罪 前蘭萬林高管艾莎在瑞士隊腐敗指控認罪 以及前加拿大稅局集合員艾恩·麻林去年也因為受賄而被定罪 有關加拿大罪犯的條目非常突出 這個數據庫列出了198名與毒品有關的人 178名與合謀有關的人 162名和欺詐有關的人 以及100名和洗錢有關的人 其中一些人被多次提到 包括前魁北克省拉瓦爾市市長瓦蘭科特 因欺詐罪在2016年入獄 在2006年多倫多反恐大嫂當中被捕入獄的杜蘭尼·威騰 因為欺騙聯邦政府而被判有罪 該數據庫中的文件內容 大多數只是來自推特 臉書 以及LinkedIn等社交網站的相關信息的累積 在某些情況下 相關人員由警方記錄時 他們的文檔也包含了媒體報導的鏈接 臉書發言人布爾·喬瓦和LinkedIn發言人比利黃 也都表示 大規模抓取或者複製信息 違反了他們社交平台的政策 因此 振華已經被禁止使用臉書等社交平台 使用臉書發言人為頻道 感谢观看